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上次问的时候 您说功德就是砖头吗 您打了一个比方说功德就是砖头 那么我想问师傅 就说那财布施的话 那他就好像是用钱买了一块砖头 那么法布施的话 好像就是说他教别人怎么样来做这个砖头 这样别人在为了感谢他 然后再帮助他 他得到了这块砖头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随喜别人的功德的话 这个是怎么转换的呢 请师傅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所以讲功德就是从内心发自 这种慈悲心 通过慈悲心而发出的任何的人间的事物 把它转换成功德 只要你用菩萨心去做某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功德 明白了吗 这很简单 什么叫随喜 不管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都是布施 布施 当然有功德大有功德小了 对不对啊 那么功德大的 那么你本身自己有能量 你还能帮助别人 功德小的 那么你只能自己藏着 自己用 但你帮不了别人了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那么随喜功德的话 就是别人做了这个事情 我虽然没有能力做 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机会去做 那么我随喜他的功德的话 那这个功德的大小是什么 很小 非常小 很小的功德 就等于人家做件好事 你就别人好 你做的真的很好 你什么功德了 你又不做 你叫我随喜你 有什么用啊 明白了 那么就是说 如果假如就是两个人的同时 有这个能力去做 那么就是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么有一个人去做了 另外那个人就知道他想做了 就不跟他抢了 就随喜他了 那么这个功德呢 不跟他抢了 随喜他了 这个人功德少 那个人做的人功德多 那他如果要是想为了 得他的功德去跟他抢呢 跟他讲的话 我告诉你 实际上这种 是谁的功德就是谁的 你不要去抢 大家去争 但是是善意的良性竞争 而不是恶意竞争 很简单 就问问他看 你行吗 要我帮助你吗 你觉得这方面有压力 我来做 那不就功德了吗 对不对啊 想什么 人家做了 你把他抢过来 那当然功德更没有了 是啊 现在我觉得好像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别人怕 就是怕被别人抢掉 这样就是 对的 有功德做 有这个功德做 就好好做 我告诉你 抢不掉的功德 自己做出来的 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我非常辛苦 赚点钱 我去印书 谁来抢啊 这功德谁来抢啊 我自己拿着这些书 我去读人 谁来抢啊 为什么非要在大的事情的上面 大家来抢啊 你这种事情谁来抢你啊 我今天家里读我一些朋友 谁来抢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 其实就是说 功德无处不在 没必要 就是 对啊 那些面上的事情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说 面上的事情 而说这个事情 大家都抢了 那太大就跟他讲 你在这个地方 功德 功德 那个那个 那个功修组 这个没什么工作做 你不能 去度其他的人啊 去进入 那个另外一个功修组 或者进入 你们的功修组啊 你度的人 不是你自己的吗 嗯 是的 啊 面上的事情 没意思的 我告诉你 实实在是做 菩萨都知道 嗯 是的 有静悵的 谢谢大家